小沈阳的女儿 太像了,女孩长得像小沈阳这样,真心不怎么好看,当时沈家人被骂得挺让人心疼的,离开赵本山之后,小沈阳的巅峰好像就差不多过去了,还记2009年春晚时候的不差钱,至今小沈阳的那个形象还清晰的记得,实在太经典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小沈阳成了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从此小沈阳开始参加个类综艺节目,拍电影,唱歌,事业,一路顺风顺水的。 而关于小沈阳的女儿,也是因为那时候小沈阳带着她参加综艺节目人生第一次才被观众认识,只是节目已经播出,小沈阳和她女儿就引起了纷纷热议。 网友对她女儿的情下吐槽的体无乱夫,说长得和小沈阳太像了,女孩长得像小沈阳这样,真心不怎么好看。 当时沈阳被骂得挺让人心疼的,小沈阳和沈春阳的女儿沈阳,出生于2006年,从小就在表演方面表现得很专业,镜头感十足,特别是在舞蹈方面表现尤为出色。 在之后就基本没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也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 直到前不久,小沈阳还在微博甩出女儿的照片,可是这时候的沈家润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不管是从气质形象,还是五官长相, 显然是一位亭亭日丽的小姑娘,春节过后,长春国帽看到小沈阳带着女儿,现身某儿童广场游玩,已经十二岁的沈家润长高了不少,显得很文静,一直乖巧地跟在爸爸身边。 小沈阳